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12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我和大家繼續揭露時事 我是本台的主持 亦是這個節目主持 Johnny Fong 我們這個節目的名字繼續叫上升旗易得道 你聽著的現在這條頻道 是星期二日報 我們有個舊戶口 我們以前叫做主頻道 名字也是叫做升旗易得道 但是由於 我們的舊頻道被封鎖了盈利功能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這個星期二日報繼續廣播 敬請大家注意 亦都請大家記得落力支持 因為對我們的打壓實在是太多 而這件事 主要針對我們的政治立場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曾經 是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 這個 叫做潘蘇通 潘蘇通 是高銀金融 高銀金融的老闆 不過 是前老闆 由於他就是債務前身 資不抵債 所以潘蘇通 被申請破產 而他 核下 全資擁有的公司亦都被申請清盤 這節我們跟大家嘗試再揭開這個 曾經 是香港十大富豪 的神秘面紗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還有 後備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訂閱 請大家記得 大大力支持我們 運用免費模式 不然我們就是被迫要把所有節目變成收費模式 當然我們 絕對 不打算這樣做 也不希望這樣做 請大家記得確實地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有大家的幫忙 我們才能夠 不斷地和大家做這個時事節目 不斷地和大家將最新的時事 詳細深入前出 希望大家支持 亦都 大家無需要只看香港的主流傳媒 有很多 問題 主流的媒體不會讓你知道真相 這就是為甚麼網媒 尤其是在2019年變得更加重要 就是因為 其實整個親建制的機器 都在跟你說很多 不要忘記 他們不只是政治跟你說謊 實際上有很多 資料和訊息都會四處隱藏 我們回來繼續說這個潘蘇通的案件 近年不斷地 就是財困 高銀金融的前主席 以及董事 即是大老闆 潘蘇通 早前 拿著一家全資擁有的 SILVER STARLIGHT LIMITED 就是因為 欠了80億 80億的港元貸款 被頒領清盤 更加在香港的高等法院 被揭露出來 還有一宗案件正在上訴 早前債權人就舉行債權人會議 原來還有這個 叫做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的深圳分行 原來 又說借了560億 給潘蘇通 兩條數加起來 超過600億港元 這真是天文數字 潘蘇通本人 一早就被申請了破產 所以他現在 就是破產之身 大家應該還記得 其中一個 在荷文田 的豪宅單位 就是在潘蘇通的名下 那個單位叫做澳門 豪宅單位就是 繼續處於一個 沒有辦法入伙的爛尾狀態 雖然他的爛尾和大陸樓的爛尾 封頂爛尾不相同 但是一樣在說 有業主 買了樓 上會 要供樓 但是 沒有辦法搬進去 沒有辦法搬進去也沒有辦法放租 但是上了會就要還利息 又要供款 你想一下多大件事 當時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經濟還未正式爆破 很多人還覺得在香港買樓 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用今天的角度去看 你就知道有多大件事 現在你看 重災區 集中在2019年2020年的時候有很多人覺得看準機會就現在入市 這三年來 這兩三年 跌了差不多20%至30% 你想一下 如果你買接近一千萬的樓 已經不見了二三百萬 買600萬的上車盤 也接近不見了200萬 這一節我們也想跟大家揭露潘蘇通 早前到底做了甚麼 他曾經 是叫做香港十大富豪 原來 他創辦了一個電器集團 叫做 從日集團 一聽到從甚麼集團 是不是覺得 很熟口熟眠呢 他創立的從日集團 還改了一個日文名 叫做 Nizji 改了這個名字叫從日 英文名還要是日文來的 在巢關開工廠 初頭 就是做代工 然後就做自己品牌 然後 在94年就推出這個 電視廣告 然後 還有第一代電視機和音響系統 在國內叫做家傳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名字 跟某個日本的大牌子很相似呢 那個就是Panasonic 從下集團 從下集團 日本公司的名字 就叫做 Maju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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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所謂的從日集團 根本 就是中國大陸式 影射 以及侵犯知識產權 的一個 涉嫌的案件 就是和喬丹 少林口樂 蘋果電腦 五糧役 六糧役 七糧役 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即是說他本身就是做這個 是叫做影射 做這個侵犯 中國大陸就是靠做翻版起家 即是說 其實他 是照抄了別人的牌子 照抄了別人的名字 然後就打上來 這個世界就是 到最終 可能有時候要還出來 因為這個潘蘇通 就是忽然之間崛起的 你當然也可以說 就是很聰明 即是很聰明 括弧括著 很多這種 聰明的人 香港和中國大陸也是 很懂得把握機會賺錢 這個潘蘇通 你看回 他的出身 再看回他 在大陸做電器 改名叫做從日 你就知道他多懂 做生意 括弧括著 中國大陸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人 賺到大錢 賺到第一桶金 然後再發大財 但是叫做好景不常 肯定 潘蘇通 跟中國大陸的所有的公司 手影是很相似 即是說 他們是過度 杠桿 不斷地靠借錢回來 撐大集團 所以 為甚麼由香港 十大富豪 再到今天 欠下巨債 然後被申請破產和清盤 肯定 跟國內的經營手法有關 不斷地 將 集團擴大 不斷地 大槓桿 借了大量的錢回來 然後當然瘋狂投資 投資 整個市場是升的 就大賺了 市 終於 開始回落的時候 他們就是 面對 覆沒 他們其實簡單來說 跟你很幸運 不斷地 買彩票過關是一樣的 過五關 過完一關又一關 每次的錢贏了 再加大駐馬 再賭下一關 他們覺得只要一直升下去 就可以關關過 過完 就是做大富翁 這個世界 其實沒有那麼便宜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世界被你這樣關關過 賭錢不是難關 賭錢被你關關過關 還有人 就是做正業的嗎 每個人都游手好閒 每個人都走去賭場 中國大陸和香港 說得很好聽就叫做投資 其實你是在賭錢來的 最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有很多所謂成功人士 用豁壺豁著成功人士 破產也不是成功人士了吧 這些所謂成功人士 就是 其實在賭錢 他們所謂的投資 所以市 跟他們方向相同的時候就沒事了 由於中國大陸 這段時間 那20年 都不用 賭錢的 其實你一面賭買好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就好像叫做大賺 到最終 這個世界 是圓的 應該是循環的 借下了那麼多 等於是要還 所以 當每一樣東西收縮的時候 槓桿 供關了那麼大 就收不及了 然後就會爆佈 你也不要只說潘蘇通 你看看波叔 的兒子 是吧 傳媒很喜歡寫波叔後人 因為沒有人認識他是誰 只認識波叔 這些就是過度膨脹 不單只是資產膨脹 業務膨脹 還有個人的膨脹 到最終 個人又膨脹 資產又膨脹 到最終 就是會抹頂 還有一個人 這個 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人到最後也是會抹頂收場 我們繼續跟大家大膽賭這件事 這個叫做習近平 習近平跟一個賭徒其實沒有分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子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為了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即使到白池